好来看到花莲县考古博物馆内收藏了县内超过155处 事前考古遗址出土的文物大约有80万件 保存文物的设备成为了考古馆主要的课题 考古馆以旧建筑物再利用的创生精神 在丰田地区打造一座县级博物馆 而文物的保存专业能力更是博物馆未来努力的关键目标 为满足文物的典藏保存 研究诠释、展示规划、教育推广以及休闲娱乐的功能 同时能够透过整理典藏物品、历史脉络的相关资料来强化展示的内容 而文物的保存上也面临着专业的挑战 因此花莲县考古博物馆为了保存县内出土的文物妥善的保护 目前也在考古博物馆地下室以及吉安乡规划典藏的地点 为花莲出土的文物做更专业的收藏与保护 因为我们的考古文物有时候我们一场抢救发掘 有时候都是上白蓝 然后那文物都是几万件这样子两三万件 所以说我们其实空间是远远不足的 那我们文化局其实现在正在整修吉安燕业厂 之后它会有一栋建筑物就是说专门为我们的考古博物馆典藏文物 就是提供给我们做典藏库房 现在我们的地下室就有一个典藏库房 它就是横温横湿 它是一个可以移动的柜体这样子 所以说我们的那个重要标本或是像那种生物遗留 那需要比较高的典藏的那种环境的这些标本 我们都会放在我们的那种中标的典藏库房 这些文物尤其是那些重要标本或是很完整的标本 或是说生物遗留或是说或者铁器 它本来就会需要这样子的一个典藏环境 那我们进入典藏库房 它会有一定的那个行政程序要来申请 然后而且不能够一个人进去 那要有两个人陪同之类的 我说这个都定在我们的那个典藏库房的那种管理里面 花莲县考古博物馆划分为长设展以及特展区域 长设展部分考量到保存的环境 对文物的影响设置了防潮展柜 具有恒温的控制以及保护重要文物的功能 而出土文物不断的增加 也让考古博物馆面临到典藏空间的不足 以及设备的提升 为了将文物典藏妥善的保护与处理 这也是目前考古博物馆积极努力的目标 为花莲的文物做更妥善的保护 以丰富馆藏的内容 记者林杰 收封箱 蔡芒果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